RX3 又穩,又4V,又快! 各位,真的很久沒有講關於 表現性的東西了! 今天咧,我們就要帶來本頻道 第二次出現的一款車,就是我們這個 RS3! 在很多年前我review過一次,大概是三年前左右啦! 然後現在咧,我們又回來review多一輛 RS3! 啊!剛巧,大家都是Nardo Grey,就是這個Grey的顏色,就叫Nardo Grey啦! 當然,普通的我不去review啦,我只會review什麼改過啊,暴改啊,警操改啊,這樣子! 那麼外觀上面我就不去多講,因為大家大同小異啦,就在Audi裡面 那麼最主要就是這一輪它的這個馬力跟它的這個改裝的東西,有改一些什麼東西 首先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啊! carbon hood啦! 然後 carbon side mirror啦! 打壓咧,就是用這個RE71 RS的,Racer Rim 然後有AP的這個卡鉗,這個好像是9665耶的! 好像是9660還是9665這樣子啦! 那麼它們的尺寸差不多,只是厚一點罷了有一個! 車外觀其實是講來都算是蠻俗的一輛車啦,沒有改裝外觀多多發力發落這樣子 然後黏很多sticker,黏什麼,NO! 最主要就是改引擎部分的東西,那麼車腳它有改啦! 那麼改成這個Bilstein的這個B-Separt 不是B-Separt CR啊,不是那輛引擎啦!它的車腳是B-Separt的B-Separt 啊!整體車裡面來講就是非常速的啦,還是原裝RS的那個椅子啦! 啊!沒有改那種什麼Philifalak的東西,沒有啦!完全沒有速車! 然後stair ring改過了咯,stair ring改過,啊!有一個meter這樣咯! 啊!其他東西全部原裝到完,最主要一樣東西呢就是它的引擎! 在引擎方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東西是不一樣了啦!完全東西是不一樣了啦! 有APR的這個coil啦,有這個VTT的這個intake manifold啦! 啊!cash tank attack啦!然後很多attack的東西! 然後也有這個034Motorsport的這個 然後整套intake非常大個,這個intake叫做Iros Motorsport 啊!那麼intercooler啊!這些全部全部都是改過的,還是一樣2.5 但是它的internal咯,全部是forged的! ok!什麼叫internalforged呢?就是它原本的B-Separt 已經不能承受它這個turbo打下去的這個壓力了! 所以它必須要更改裡面把它加強! 雖然一樣的deplacement就是一樣的cc啦! 那麼它們就加強這個negan 主要就可以打更高的壓力去那個engine裡面,那麼 你更高的壓力那麼它擠出來,它就可以打汗咯!就你 放多pressure給它,它也可以打汗咯! 不然金屬會有疲勞嘛! 啊!疲勞了你的bistons就會從engine 那個鋼體裡面飛出來! 真的真的!啊!這個東西我們是看過非常多人是這樣子的問題了! 純粹是,有一些是沒有經驗啊!有一些是 哎!為什麼上次可以,這次不可以啊! 所以改車這條路上啊! 全部都是坑,根本就是滿地都是洞! 所以必須要學習如何避坑,如何做到最好! 但是提前咧,必須要有個領路人! 什麼叫領路人咧? 就是你給錢它! 要虧的! 便宜的,自然它避的坑沒有這樣厲害! 貴的它避坑就厲害!啊!就是這樣的這個意思啊! 所以我們在改車路上,永遠有一個領路人! 這個是很重要的! 可以tag你的領路人在下面,讓我們看一下 它有幾厲害領路啦! 那麼,講到這個部分就是 engine為什麼要強化?就是這樣的原因! OK! 所謂的 鍛造活塞 鍛造連桿 就是這些東西啊! 因為你要打更高的pressure下去,為什麼要打更高pressure? 因為我要更多的馬力 我要更多的扭力 然後再來就是 它不是原裝turbo改hybrid,不是 它是直接換另外一個position的turbo下去 那麼,Position Turbo下了去過後呢 肯定的馬力高了,你的牙箱可以頂得順嗎?肯定頂不順嗎? 等下,六七百匹,九百匹 哇!一放 就睡完了 為什麼? 因為牙箱頂不順嘛 那麼牙箱它們 在持筆上面 這兩車有經過加強它的這個牙箱了 那麼已經是用了TVS的這個MAP啦 for remap這個牙箱就是Stage 4 然後再來它有做完所有那些 Racing的clutch 為什麼我們要remap牙箱? 一定會有人問這個問題的嘛 我們remap牙箱 主要啊,最主要的東西就是pressure 就是 你更改了那些閥啊,那些clutch過後啊 哇!你的clutch很頂了,但是你的電腦覺得 哦!這個是原裝的 原裝的時候啊 我gap了250個巴巴了 gap 哇!你這樣大馬力哦,它是不是滑咯? 滑你的clutch就完蛋咯,對不對?pressure不夠嗎? 這樣子我們改這些 Stage 下去給電腦知道,哎!這個 這個已經是去到極項了,極項了,你做東西的時候頂一點 哦!OK!現在我就放350個巴巴 砰! 就 就更一點 啊!甚至是換牙的邏輯啊 保護程序啊,全部東西 電腦 保護的邏輯就是 Cut RPM啊,這些東西很多啦 啊!那麼 牙箱也是要有保護自己的程序 那麼那個Mac主要的作用就是來做這樣的東西 哇!很久沒有講Performance的東西了 很熱血 很熱啊 啊!可以看到它的Intake非常大陸啊 很領大陸,真的很領大陸 然後它的Exhaust是Custom的 Fulling Custom的,好像是直觸啊 直觸可能有一點鼓這樣子啦 但是 那個聲音啊 它就 所有的VW啊,Audi啊 BM還好一點 VW的Audi啊 不問我為什麼 一直觸啊 變裸裏 這個是真的,這個是真的,它聲音真的是沒有這樣好聽 但是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非常的棒 那麼希望 這一次我review了這個5缸機 過後再吃其他的這個 TDRS5缸機,因為重量分佈全部不一樣嘛 然後再來就是 希望可以試一下 它的 Audi Airwayswagon的6缸機 VR6 因為VR6現在也有新的 啊 所以我蠻時常去update這些東西,是因為本身很喜歡 今天我們也講了那麼多啦 哎,這樣我也講到口水乾了 這樣 進BRO你們看一下 Let's go 好,各位現在我們就上了車 啊,雅翔的邏輯非常的best,用TBS 然後再來它的Mapping呢 是用這個 Mark Performance Mark Performance,它們是 啊,擁有一個 DS1的一個donker這樣子,可以放進去然後map 下去的,然後還可以進行custom tune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的棒,因為 它甚至很多保護的東西它都有在裡面 哦,我覺得這個非常好啊 因為歐洲車就是這樣拍哦 車內啊,循環Nabe,它會開掉去外面哦 臭屁眼這樣子 This is Malaysia Bro 你知道外面的人大便在路邊的啦 馬來西亞是這樣的嗎?很多人講我們之前 第三國家是這樣嗎? Still developing country 啊! 所以外面比較臭正常的啦,正常的 在low speed 的時候也是非常好駕這個 On the street Testing一下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車裡面其實隔音是不錯啦 exhaust 的聲音,是聽到啦,但是 這種車如果你聽不到exhaust 聲音 可以咩? 買來就是要聽聲音的嘛 現在我們去找一個空地 試一下感覺怎麼樣 因為這個渦輪比較大殼哦 所以它會比較lag一點,是很正常的 它改了map,這樣夠力啊,又改map,然後壓箱又改啊 但是它在街上走的那個感覺啊 我覺得是very best的咧 very best的 就它的邏輯是非常棒啊,不會有一些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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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有一些車是這樣呢,改到 擠欄駕了,你知道嗎? 駕到會吐啊! 以現在來講咧,我們還是NA啊 還沒有用到渦輪 因為這顆渦輪大殼啊,驚啊! 因為它要做大馬力啊 我們rolling 試一下 真的是很後面才來的,這邊有一個小盾啊 五千多才來,真的是五千多才來 有一點久啊! 我大概懂這個feel 了 OK! I know that feeling 原來是這樣的哦 你有做過800匹的車嗎? 沒有 純純的貼背感! 哎呀! 啊! 哇 糟了! 哇! 哇! 我整個有猴靈精神 OK勒! 真的OK勒! 又穩! 又4V,又快! 走完了! 掉! 那個直路太短了! 這兩者不適合要長一點,給我兩個KM! 而且它一拉,直接拉到8000轉,自動退! 而且還要換壓! 因為這種大馬力車,其實換壓是會很臭,因為它壓力嘛! 哇! 順耶! 真的很順! 媽的! 而且你換壓的時候,你不會覺得馬力掉掉下去,然後再繼續了! 這個就是tuning好料的地方! tuning不好料,你做不到這樣子,你會 又再繼續,那種感覺! 剛才那個感覺啊! GDR Stage 2啊! Stage 3這樣子啊! 改了Hybrid Turbo,就是差不多這樣的感覺! 真的是差不多這樣的感覺! 因為GDR車身比較重! 你知道這種車它做工啊! 不會累! 真的不會累! 你要靠打油的了! 哦! 你看,換壓!幾順哦! 再按! 再按! OK! 然後啊,你左腳brake! 最後就要開始了啊? 可以開始了! 這樣等下,關FM先! 好,各位,現在我們要做一個... Launch Control for 這輛車,因為剛才很推嘛,我們是Rolling走嘛! 現在我們要真正去推看這輛車,感覺是怎麼樣啊! OK啊,準備好了啊! Fuck! 一直打龍罷了! OK,各位,這個是打壓味道! 哈哈哈! 那個地上不能啊! 地上真的太差了! 地上滑啊! 我媽的! 好,各位,我們終於試駕完了這輛車! 不懂這輛車對你們心裡的感覺是怎麼樣呢? RS3也好,TTRS也好,大家都是同一顆引擎嘛! 5 Cylinder啊! 這輛引擎很多人做得非常不錯,真的是非常的棒! 加上去的感覺很爽! 主要今天非常感謝Quattro Zone啊,Quattro Zone, Gary 啊哈,帶我來講,誒,我有輛車,你試一下看! 嘖,你是很爽的,GTR這樣的! 我試了,嗯! 果然有GTR的感覺,只不過是Leg一點點,到後面那個腿的感覺是 almost the same! 如果大家啊,想看我做多一點這樣子類似的東西啊,甚至是 下次我們可以做買零食的東西,再來就是 在track 的東西,如果你們喜歡看這種東西,多多留言,下面支持支持一下! 下面寫寶寶寶寶寶寶就出來了! comment 一下! 好,那麼今天,看啊,一個短短的review,真的! Audi還是BM啊? 真的是Audi跟BM罷了,在我的心裡面兩個罷了! 他們叫BBA裡面,我只有B跟A,不知道! 因為Benz啊,現在啊,被category為裝B,裝B,這種是真正來回的! 那麼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如果大家真的想看多多留言多多分享 不然的話,沒有那個動力讓我去做,真的沒有動力! 今天我們影片到這邊,我們下次再見啦! 有什麼問題留言下面,或者是inbox我也是可以! OK! 哇! 又穩,又4V,又快! 咦?買我們? 买! 咦? 咦?咦?咦? 咦?咦? 咦? 各位,真的很久沒有講關於PERFORMANCE的東西了! 今天咦,我們就要帶來本頻道第二次出現的一款車,就是我們這個RS3! 在很多年前我有review過一次,大概是三年前左右 啊,現在咦,我們就回來review多一輛RS3! 啊,剛巧!大家都是NARDO GRAE! 就是这个 gray 的颜色,就叫 Nato gray 啦 当然,普通的我不去 review 啦 我只会 review 什么 改过啊,暴改啊,镜超改啊,这样子 那么外观上面我就不去多讲,因为大家大同小异啦,就在 Aldi 里面 那么最主要就是这一轮它的这个马力 跟它的这个改装的东西,有改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Carbon hood 啦 然后 Carbon side mirror 啦 Daya 叻,就是用这个 RE71 RS 的 Racer Rim 然后有 AP 的这个卡线,这个好像是 9665 的 好像是 9660 还是 9665 这样子啦 那么它们的 size 差不多,只是厚一点,不然有一个 车外观其实讲来都算是蛮素的一辆车啦 没有改装外观多多发力发落这样子 然后连很多 sticker 连什么 No 最主要就是改 engine 部分的东西 那么车脚它有改啦,那么改成这个 Bilstein 的这一个 B-Separt 不是 B-Separt CR 不是那一辆 engine啦,它的车脚是 Bilstein 的 B-Separt 整体车里面来讲就是非常速的啦,还是原装 RS 的那个椅子啦 没有改那种什么 Fili-Fallout 的东西,没有啦,完全没有速车 然后 steering 改过了, steering 改过 有一个 meter这样 其实它全部原装到完,最主要一样东西的就是 它的 engine 在 engine 方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完全东西是不一样的 APR 的这个 Coin 啦 有这个 VTT 的这个 Intake Manifold 啦 Cash Tank Attack 啦 然后很多 Attack 的东西 然后也有这个 034 Motorsport 的这个 然后 整套 intake 非常大 这个 intake 叫做 Iros Motorsport 那么 intercooler 啊 这些全部全部都是改过的 还是一样 2.5 但是它的 internal 全部是forged OK 什么叫 internal forge 呢就是 它原本的 piston 啊 已经不能承受了这个 turbo 打下去的这个压力了 所以 它必须要更改里面把它加强 虽然一样的 display deplacement 就是一样的 CC 啦 那么它们就加强这个 内港 主要就可以打更高的压力 去那个 engine 里面 那么你更高的压力,那么它挤出来 它就可以打汗咯 你放多 pressure 给它,它也可以打汗咯 不然金属会有疲劳嘛 然后疲劳了,你的 piston 就会从 engine 那个钢体里面飞出来 真的真的 这个东西我们是看过非常多人是这样子的问题 纯粹是有一些是没有经验啊 有一些是 诶为什么上次可以,这次不可以啊 所以改车这条路上啊 全部都是坑 根本就是满地都是洞 所以必须要学习如何必坑 如何做到最好 但是提前呢 必须要有个领路人 什么叫领路人呢 就是你给钱啊 要贵的 便宜的自然 它壁的坑 没有这样厉害 贵的它壁坑就厉害 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在改车路上永远有一个领路人 这个是很重要 可以take你的领路人在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他有几厉害领路啊 那么讲到这个部分就是 engine 为什么要强化就是这样的原因 OK 所谓的 锻造活塞 锻造连杆 就是这些东西啊 因为你要打更高的 pressure 下去 为什么要打更高 pressure 因为我要更多的马力 我要更多的努力 然后再来就是 它不是原装 turbo改 hybrid 不是 它是直接换另外一个position的 turbo下去 那么position turbo下去过后呢 肯定的马力高了 你的牙箱可以顶得顺吗 肯定顶不顺吗 等下六七百匹九百匹 哇 一放 就睡完了 为什么 因为牙箱顶不顺嘛 那么牙箱他们 呃在磁笔上面 这辆车已经经过加强 它的这个牙箱了 那么已经是用了 TVS 的这个 map 呃 for remap 这个牙箱 就是 stage 4 然后再来它有做完所有那些 Racing 的 clutch 为什么我们要 remap 牙箱 一定会有人问这个问题的嘛 我们 remap 牙箱 主要啊 最主要的东西就是 pressure 就是 就是你更改了那些阀啊 那些 clutch 过后啊 哇你的 clutch 很劲哦 但是你的电脑觉得 哦这个是原装的 原装的时候啊 我gap 250 个bar 罢了 gap 哇你这样大马力哦 它是不是滑咯 滑你的 clutch 不完蛋咯 对不对 pressure 不够吗 这样子我们改这些 State 下去 给电脑知道 这个 这个已经是去到几颗了 几颗了 你做东西的时候劲一点 哦 OK 现在我就放 350 个bar 就劲一点 甚至是换牙的逻辑啊 保护程序啊 全部东西 电脑 保护的逻辑就是 Cut RPM 这些东西很多啦 那么 牙箱也是要有保护自己的程序 那么那个 mac 主要的作用就是来做这样的东西 哇 很久没有讲 performance 东西了 很热血 很 hot 可以看到它的 intake 非常大肉啊 很领大肉 真的很领大肉 然后它的 exhaust 是 custom的 Fully custom的 好像是直触 直触可能有一点鼓这样子 但是 那个声音啊 它就 所有的 Waxwagen啊 Audi啊 BM还好一点 Waxwagen的Audi啊 不论我为什么 一直触啊 变罗里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它声音真的是没有这样好听 但是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棒 啊非常的棒 那么希望 这一次我review了这个五缸机 过后再试 其他的这个 TDRS5缸机 因为重量分布全部不一样嘛 然后再来就是 希望可以试一下 它的 Audi 6缸机 VR6 因为VR6现在也有新的 啊 所以我蛮时常去update这些东西是因为本身很喜欢 今天我们也讲了那么多啦 哎 这样我也讲到口水干了 这样 进壁肉你们看一下 Let's go 好各位现在我们就上了车 啊亚翔的逻辑非常的best 用TBS 然后再来它的mapping咧 是用这一个 Mark performance Mark performance他们是 啊拥有一个 DS1的一个donker 这样子可以放进去 然后map 下去的 然后还可以进行custom tune 我觉得这个东西 非常的棒 因为 它甚至很多保护的东西它都有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very good 欧洲车就是这样 快哦 车内啊 循环 它会开掉去外面 我臭 这样子 This is Malaysia bro 你知道外面的人大便在路边的啦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吗 很多人讲我们这些 第三国家是这样的 还在发展国家啊 所以外面比较臭正常的啦 正常的 在low speed 的时候也是非常好驾 这个 On the street 测试一下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车里面其实隔音是不错啦 Exhaust 的声音 是听到啦 但是 这种车如果你听不到exhaust 声音 可以咩 买来就是要听声音的嘛 现在我们去找一个空地 试一下感觉怎么样 因为这个温度比较大壳哦 所以它会比较lag一点 是很正常的 它改了MAP 这样够力啊 又改MAP 然后压箱又改啊 但是它在街上走的那个感觉啊 我觉得是very best的 very best 就它的逻辑是非常棒的 不过有一些这样 嗯 你知道有一些车是这样的改到 几难驾了 驾到会吐啊 以现在来讲呢 我们还是NA啊 还没有用到温度 因为这个温度大壳啊 因为它要做大马力啊 我们rolling 试一下 真的是很后面才来的 这边有一个小盾啊 5,000多台来真的是5,000多台来 有点久啊 我大概懂这个feel了 OK I know that feeling 原来是这样的哦 你有做过800匹的车吗? 纯纯的贴背感 哎呀 啊 哇 shit 哇 哇 我整個有好冷精神 哈哈哈哈哈哈 OK咧 真的OK咧 又穩又回合,又快 咩咩咩咩咩咩..... 走完了,換了耶 那個直路太短啦 這兩者不適合,要長一點 給我兩個km 而且還一拉,直接拉到8000轉 自動退 而且還要換牙 因為這種大馬力車其實換牙順很臭 因為它力氣嘛 哇麥、順耶 蹲得很順,媽的! 而且你換壓的時候,你不會覺得 馬力掉的下去,然後再繼續 這個就是tuning好料的地方,tuning不好料 你做不到這樣子啊,你會 又再繼續那種感覺 剛才那樣的感覺啊,GDR Stage 2啊,Stage 3這樣子啊 改了Hybrid Turbo 就是差不多這樣的感覺啊 真的是差不多這樣的感覺 因為GDR車身比較重 你只要駕這種車啊,做工啊 不會累 真的很不會累 你要靠打油的了 哇,你看換壓,急順啊 最後就要開始了啊? 這樣等下關FM 先 好,各位現在我們要 perform 一個 launch control for 這兩車,因為剛才很推嘛,我們是 rolling 走嘛 現在我們要真正去推看這輛車,感覺是怎麼樣的 OK啊,準備好啊! 一直打龍吧! OK,各位這個是打壓味道 哈哈哈哈 那個地上不能啊,地上真的太差了 地上滑啊 車三人 我的媽啊得 好各位,我們終於試駕完了這輛車 不懂這輛車對你們心裡的感覺是怎麼樣呢? rs3 也好,TTRS也好,大家都是同一顆引擎一下嘛 五輛2000啊 這輛引擎,很多人做得非常不錯,真的是非常的棒 加上去感覺很爽 主要今天非常非常感谢Quattro Zone 啊,Garry 带我来讲,诶,我有一辆车,你试下看,你是安爽的,GT-R 这样的 我试了,嗯,果然有GT-R 的感觉,只不过是 lag 一点点,到后面那个腿的感觉是 almost the same 如果大家啊,想看我做多一点这样子类似的东西啊,甚至是,下次我们可以做买零食的东西 再来就是在 track 的东西,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东西,多多留言,下面支持支持一下 下面写宝宝宝宝就出来了,comment 一下,好,那么今天,看啊,一个短短的review 真的,Audi还是BM啊,真的是Audi跟BM罢了,在我的心里面两个罢了 他们叫BBA里面,我只有B跟A,因为Benz啊,现在啊,被category为,呃,装B,装B,这种是真正来回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video到这边,如果大家真的想看,多多留言,多多分享啊 不然的话,没有那个动力让我去做,真的没有动力 这样我们的video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啦,有什么问题留言下面,或者是inbox我也是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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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